我想到了新的位置跟職位 那未来对于交通部的这些业务 第一我们当然是尊重专业 那接下来我当然需要用心学习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交通部的业务非常的广大 包含了陆海空 那也包含了许多的这个所谓的事业单位 那对我来说 我必须要很认真的来做管理 所以三个部分要努力 第一个我们会尊重专业 第二个我自己本身会非常快速 而且用心的学习 那第三个我们会认真的来管理 各部会的相关业务 齐昌副院长委员 他是我一直以来在政治工作上面的老师 那当然学生被老师在咨询的时候 当然一定会相对紧张 必然会相对紧张 那不过我相信我的老师 也会再传授给我更多 他对于这个交通部的这些业务的理解 跟一些看有什么样的绝招 或者或许我的老师会再教给我更多的功夫